What's up everyone,我是729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咖啡劑浸泡的功能 那...怎麼使用 如何使用 然後怎麼去調教 然後對風味會有什麼影響 那今天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Let's go OK 首先呢 咖啡劑浸泡這個功能 英文它叫做Pre-Infusion 或是Pre-Brew 那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先把咖啡粉餅先注入相當的水量之後 讓它整個咖啡粉餅浸濕了 等待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再以正常的水溫跟水壓下去做萃取 那這樣來說呢 會讓它整個咖啡粉餅是已經浸濕的狀況下 讓它均勻的膨脹 然後有點像手沖的燜蒸的這個效果 然後再以調整好的水溫跟水壓下去做萃取 那這樣來講的話 它會因為整塊咖啡粉餅已經有先浸濕了 它整個流速會比較均勻均等來萃取 這樣對於Espresso萃取的穩定性跟一致性上面會比較好一點 至於沒有浴鏡跟有浴鏡的Espresso 做出來的Espresso有什麼差別呢? 風味上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我個人覺得啦 風味上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主要是 你如果單純喝Espresso的話 你才喝得出來可能有那麼一點點的差別 就是你沒有浴鏡的Espresso 它喝起來Body會比較濃厚一點 強烈一點 口感比較苦一點 然後Creamer你會喝到比較多一點 那浴鏡做出來的Espresso呢 你喝起來的口感是比較順的 然後Body沒有那麼強烈 那酸感的話會稍微明顯一點點 苦的話稍微降低一點點 Creamer萃取出來的也會稍微有那麼少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樣喝起來的口感是 老實說啦 如果不常喝Espresso 是喝不太出來什麼差異的 然後如果你要做成美式阿 拿鐵阿那些 那些咖啡飲品的話 其實我也覺得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那有浴鏡的話呢 它會讓你的萃取比較穩定 那沒有浴鏡的話呢 有時候可能萃取出來不是這麼的穩定 秒數會亂跳 那這都是我自己個人的使用經驗分享 那可以給你們做一個參考 那我是覺得 不管你有沒有要使用浴鏡這個功能 身為咖啡師你都應該要去了解 學習怎麼使用 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 那有沒有使用都無所謂 因為最重要的是 你想要呈現給客人 想要呈現給人家的咖啡的風味是怎樣 你只要調到你心中你所滿意的那個風味這樣就可以了 不管有沒有使用都無所謂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下你們的想法 是怎樣來一起討論都可以 那如果想要看我拍什麼樣的影片 歡迎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你們的留言啊訂閱啊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跟支持 那在這邊也先謝謝你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因為我們也聽到我拉到 RJ 我還是要再拍什麼 我拍那個時候 我拍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請你拍什麼 我拍那個時候 我拍給你 我拍那些小子 我拍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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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